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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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投资最容易的吹水台 今星期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新闻 继续是 Elon Musk 的 上星期跟大家说过 Elon Musk 未买了 Twitter 9.2% 股份 买完之后有新东西 Elon Musk 提议对 Twitter Blue 的订阅进行重组 这一篇是来自老头社的新闻 Twitter 的最大股东 Elon Musk 周六建议 对社交媒体巨头 Twitter Blue 的高级订阅服务 进行大量更改 包括削减它的价格 禁止广告和提供支付选项 在加密货币 99币 里面 话说 Elon Musk 就真的很喜欢 99币 因为经常提起这个加密货币 几天前马克思披露 他买了 Twitter 9.2% 股份 之后他获得董事会的席位 此举令一些 Twitter 员工 对其未来的内容审核能力感到恐慌 Twitter 表示 Twitter Blue 在 2021 年 6 月推出 是 Twitter 的首个订阅服务 按月订阅提供对高级功能的独家访问 他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 和新西兰都有得售卖 在 Twitter 的币里面 电动车製造商 Tesla 老板 就建议注册 Twitter Blue 的用户 应该比目前每个月 2.99 美元支付的费用 要低得多 并且应该获得认证 复选标记 和选择用当地的货币给钱 Elon Musk 表示价格应该是每个月 2.99 美元 但提前 12 个月就给的 还有那个币在 60 日内 没有得到 check mark 如果用于诈骗或垃圾邮件 这个币就应该被暂停 并且不可以退款 Elon Musk 就在其中一篇 Twitter 里面 就是这样说 还有他建议 而且没有广告的 如果Twitter 是靠广告为新 公司制定的政策的权力 就会大大增强 还有 Elon Musk 提出 用 99 币支付这个选项 并且询问 Twitter 用户的看法 Twitter 公司怎么回答呢 他就拒绝 Elon Musk 的建议 作出评论 另外 Twitter 已经容许人用比特币 给他们最喜欢内容的创作者的小费 Twitter 上年表示 他计划支持 NFT 和 NFT 的 token 这些 token 存在于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 例如图像或视频 Elon Musk 还在 Twitter 帐户上 发起了一个民意调查 他这个 account 拥有超过 8,100 万个 fans 就问他们 这间公司的旧金山总部 是否应该改造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呢 因为都没有人出现在那里工作 这个民意调查 在一个小时已经获得超过 30 万张选票 其中九成都说是 欲知后市如何 大家就继续留意 Elon Musk 的新闻 然后一篇本地的投资新闻 大家如果有印象 本来绿色债券就在 3 月推出市场 由于疫情的爆发 就一直延迟直至零行通知 在 4 月 10 日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 零售绿色债券将会在 4 月底 再次推出市场 内容跟之前公布的差不多 但有两件事改了 第一 它的最低息率 就由之前所说的两例 调升到两例本 就比之前吸引 另外也说 最多可以加码到 200 亿 就比之前所说的 150 亿 就再多 50 亿 当然 按情况加码就最多 200 亿 但我相信最后应该都有 200 亿 看回之前的认购人数 随时现在都可能 50 万至 70 万人认购 最终应该派到 2 手 最多应该是 3 手 应该都跟 IBON 差不多 背景资料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拍的一条片 我会拍在下面资讯栏 大家可以参考 最近通胀越来越厉害 有机会可能下年或后年 会高过 2 尼半 到时派的价格 就会高过 2 尼半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心水的话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绿色债券 另外在它的网站上 继续有说 未来的 IBON 和银色债券 亦稍后时间再会公布 有消息再和大家说 如果大家要抽的话 我们安排资金 最后一宗想和大家分享的新闻 就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计划在 10 年间 将建楼的目标翻一翻 是否很似曾相识 但第一个重大挑战 就是找到足够的熟练工人 因为这个国家 就努力应对有史以来 最紧张的劳动市场 并且在建筑业 已经进入多年的高位 建更多的房屋 就是种类到老多的自由党政府 在星期四 在预算案内概述 95亿加元的住屋开支的关键政策 在创纪录的低利率 以及供应紧张的推动下 加拿大屋的平均售价 在过去两年 就飙升了50%以上 如果有人早几年买了 现在真的发发了 建筑业 但未能跟上移民的速度 一起增长 但建造几十万间新的屋 通常是市业 和省政府的职权范围背道而驰 联邦政府除了发放资金之外 基本上都不会做到什么用 这是非常进取的计划 我想说实际上同样具挑战性 因为建筑业或多或少 已经高负荷运转 其中一个高级经济学家 罗伯特就这样说 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家 建造了创纪录数量的房屋 另外加拿大 增长 这个数字一直下降 可能因为楼价升得太高 所以本地人就买不到楼 现在最近的情况是如何呢 加拿大有差不多30万个单位 就在兴建 而两年前就只有24万个 政府数据其实就显示了这些资料 除此之外 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分析师 和政策教授威廉斯特兰就说 加拿大现在建的房子 很多 但仍未够 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才落入这种境地 而且我们不会在六个月中 轻易摆脱它 我想大家在香港也很清楚这个情况 近近在过去的四个月 加拿大就增加了超过 10万个建筑工作的岗位 这是这个行业历史性的增长 3月份整体失业率降至 创纪录的新低5.3% 多伦多地区的房屋开发公司 Triddle的首席营运官 吉姆李奇就说 只在行业里存在着 大量的工作有很大的压力 加拿大的移民计划 可能是一把相剑印 因为它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工人 来取代快速退休的労动力 但是同时间也刺激了住屋需求 加拿大目前针对的工人 以及它需要的工人之间 也存在不匹配 目前我们的移民政策 更加倾向于吸引白领的劳动力 而不是蓝领的劳动力 Smart Prosperity Institute 政策和创新高级主管 Mike Moffett就是这样说 在劳动力和材料成本上涨的推动下 建筑成本在2021年上涨了 差不多10% 并且预计会再次攀升 这增加了近期的挑战 通胀问题应该是 未来一两年全球都需要面对的了 联邦政府希望通过40亿加元的 住屋快速基金来解决 市政府和省政府审批延迟的问题 而且土地的可用性增加了障碍 多伦多地区的建筑业 以及土地开发协会的发言人 贾斯丁·伍德说 需要拉动一大堆的杠杠 增加劳动力供应 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是这样 加拿大财政部长 克里斯蒂·阿弗尼兰 没有被他吓到 当被问及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和挑战的时候 星期四 他对记者说 我们将会做我们所说的一切事情 就是不断增长的人口 需要不断增长的住屋供应 不知道加拿大最后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今星期 吹水台又和大家分享了三宗新闻 希望大家在日常见到的新闻以外 有其他渠道接触更多不同的新闻 多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